今天和大家煮一個配意粉麵包都很好吃的蒜香牛油忌廉煮蜆 將買回來的蜆加鹽紹興酒和油浸在水中浸30分鐘 帶桃砂、洋蔥、蒜頭、芫荽切碎檸檬切割備用 在鍋內加2湯匙牛油開中火燒熱後爆香洋蔥碎、蒜頭 然後加入蜆、白酒和雞湯 蓋上鍋蓋煮至蜆殼打開 之後打開鍋蓋加入黑胡椒碎 還有剩下的1湯匙牛油和忌廉拌勻 關火後擠出檸檬汁加入蜆中 再將檸檬和芫荽碎加入鍋中增加香氣 這樣就可以趁熱吃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可以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還有記得按著小鈴鐺 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和影片 歡迎收看